大家好,我是队 今天介绍我们的圈晃雷二欢迎在前日期版的比赛解说 这种比赛让人来自于战天城的修成拳 修战组合,战火一触即发 开场战天城,克里斯对面也是克里斯 但是修成拳这个克里斯是大蛇克里斯 两点清腿开BC 一脚踢飞大蛇血 先给战天城致命一击 战天城之下三分之一的血 他会变身吗 来看一看,他这个普通克里斯的话 没有大蛇克里斯好用 现在后抓 诶,落地划铲接一个 还想用这一招后抓,但是对手起身了 想用韦莲来套路对手 终于发动了一个变身 变身之后战天城已经没有血了 那就彻底没有了 只能来看战天城下一个角色了 战天城我们对待也非常了解 都是到最后一个角色 最后一点血才开始大爆发 萧春拳一时如此 这里萧春拳的克里斯又是发动猛烈起鼓 开BC划铲 看来又要中大蛇剔了 战天城的安吉尔也危在旦夕啊 现在安吉尔剩一滴滴血驾招 试图用驾招对空 打一个隐藏 但是在萧春拳并没有跳 这招必须跳起来中才可以发隐藏 好的,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战天城的霸神 红一霸神啊 这个霸神我觉得也是非常精神 现在葵花胜龙开BC 抓 中间发动了个韦莲 看霸神还敢不敢再用这一招韦莲 我感觉他不会再用啊,再用的话必被萧春拳抓住 烤烤烤 抓 然后重手空中心一抓 二神龙剑一继续抓 连抓谢风之后 接八只女啦 带走萧春拳 这种伟连只能出其不意的用啊 如果是刻意的用 那很容易被对手抓破绽 接着看萧春拳下一个角色 这局的话战天城只用了一次 下一局来看萧春拳的轰丸 变丸子 哎,八神还是那么猛的攻了过去啊 有八神在手 我觉得战天城有翻盘的机会 就看他怎么玩了到后面 哦,回手跑 能不能抓到一个谢风的机会 两点三点跳 哎,八神防住 轰丸还是跳起的状态啊 一个啊,轻腿轻丸就骂嗖 这个萧牙变过分了啊 圣托马斯,雷光拳 雷光拳,雷光拳 雷光拳 好,现在八神剩一点血了 那就没有了 好的,马上进入到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萧春拳选择到一个八神呢 战天城则由金管长一战 开场克里斯对战雅典娜 这个雅典娜特点就在于灵活 而且萧春拳手术又特别快呀 你看,让战天城防不胜防 打完之后又是一个闪现到你身边 落地凤凰剑压制应对 凤凰剑又压制应对 闪现到你背后 后面让你不知道对手在哪里出现呀 这就过分了啊 克里斯终于抓到一个机会 终于抓到这个爱飞的雅典娜了 雅典娜玩好的话 可以像猴子一样灵活 哦,起身想逃 克里斯又踢一脚 那这下就把他带走了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萧春拳的八神 好,八神,谁拿到我觉得C运气就特别好啊 因为双方对八神的理解度特别深 现在克里斯抓到一个机会超必杀 那能说这局八神也不行吗 战天城的克里斯这么溜的吗 他八神起身时候做会有一个什么动作啊 他并没有选择影子闪身 而是选择了跳过去 影子闪身其实也可以用一用 也就是能量散生 我们接着看战天城的威普 小屁边 小屁边过来制裁八神 八神 开术紧身 中毒掏溃花 生龙取消超必杀 一起合成把他打倒挂 咱 后面战天城 哦,威普会不会利用隐藏大招开枪 我感觉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再开枪了 萧春拳就是近身压制 带走 现在直杀战天城最后一个角色 战天城的金馆长 金家帆 好,金家帆 快速进行一个例回 一脚踢到旋风腿 旋风的霸气脚 非常霸气的一套 中间又接旋风的霸气脚取消 然后接必杀踢飞 一脚踢飞空中超杀天空风放脚 应该是带走了吧 这个超必杀掉血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经过一些修制 现在也来到萧春拳最后一个角色了 看萧春拳的宝子 哎,宝子快速优哈压开BC掀起发动 可以 哎,金家帆还没有半血 没有半血他就连到一套 他没有办法施展零距离风黄脚 因为半血以后才可以施展 宣服力巴基脚中间做了一个取消 好,最后半月斩再做一个中断 包子响闪闪不过 萧春拳要急了吧 萧春拳已经不行了 战天成也拿到了他的底分 好的,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1比1了 比分拉平 来看下一局 战天成选择选择到了草蹄精 萧春拳仍然有雅典娜 雅典娜还是发波波声前置住 下半两点闪现开个波 萧春拳开BC 落地反兵取消循环 借一发大蛇剃 青拳做一个点杀 后面雅典娜又是BC强开一下 哦,凤凰箭之压过来了 紧神 就是全球紧神 不给雅典娜一个机会 雅典娜但是他速度很快 还有空头 想压住雅典娜还是不容易的 强压是不可能的 只能这样出息不意的压住 现在荒野独咬开BC 落地一拳大蛇剃 有草铁精的战电场果然非同一般了 接着来到萧春拳的安吉尔 好,安吉尔 安吉尔也是比较皮的一个角色吧 特别是他造型啊 设计师把他造型设计成了一个 比较萌的萌妹子 而且穿着比较时尚的萌妹子 其实不是该超杀 没有烧地 诶,驾招,中了 安吉尔的隐藏是空中 用大招在空中打中对手 然后BCD快速同按 就可以施展隐藏大招 又一发 应该不会再中了吧 呀 占天成也像使用隐藏啊 哎呦 其实安吉尔还想再来一发 但是很难很难了 对手已经有所防范 现在来到了萧春拳的琢磨 哦,琢磨直接空中跟了他一手CD 这就没了 毕竟没有血 没办法 现在直杀占天成下一个角色 占天成的丽眉 李梅这个没赢过的角色碰到琢磨小短腿啊 他会赢吗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赢的 飞翔脚把他撂倒 哎呦 看李梅的拳脚功夫在哪里啊 琢磨进攻 进攻 挖洞进攻 哎,一脚踢到KPC 琢磨又是闪身 飞翔花 也CD了一把 哦,一脚踢到了还是 踢到板面开启一个循环操作 中间还开了一个暴气 没赢过也赢了 战天成拿了第二份 好的,继续看下一场 萧春拳今天有点懵了 来看下一场 哇,战天成两个草地形 带一个金家饭 萧春拳也是急了 直接上了K49 看这一局谁才是真的的王者 这是主力之间的碰撞了 已经是 哎,金家帆跳入 两点压一下 开场就有金家帆这么火爆的吗 这个金家帆是实力选手 不都是放到最后的吗 旋风腿 霸气脚一脚踢费 空中踢费 空中天空风暴脚 霸气脚不倒 然后不倒完事之后 继续来一个旋风腿 因为他刚才踢了一个中断 趁对手不防备的时候 突然掏个下盘 因为中间有BC的架势 招式会显得特别快 让人很难防住 现在来看战天成的草地形 一波中断气球快速掏下盘 然后再次掏一个重腿 一个子一个子一个子 一个子 接入大蛇蹄吧 上 哎,他并没有直接接大蛇蹄 他选择了生龙车 生龙车 生龙大蛇蹄 好,后面 又一个重腿打中 这腿就闪身了 肖春拳一步点防不胜防 这一波被打的 接着看肖春拳下一个角色 肖春拳的霸神 哦,BC 一个子一个子一个子 只要一个子一出 我觉得 全场都是占天成的 比波二十升龙大蛇蹄 哎,发尘有点慌了 草亭再来一套 一个子一个子 跳起来连大蛇蹄 大蛇蹄直接烧到了 发尘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接着看肖春拳下一个K49 哎,草亭继续压住一发起身 压住起身一个子 连续追击跳中的压住了一个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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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接入大蛇蹄吗哟 大蛇蹄烧啊 哎,烧 哎,起身草亭继续压过去 轻折点BC 一个子一个子一个子 一个子一个子 跑不掉了 大蛇蹄 哇,战天成又拿下一分 我们接着看下一场 战天成今天是玩黑了 连杀三场 下一局 肖春拳也是来一个 战天成再来一个随机的 都是随机了这一把 哎,但是这一局战天成有一个K 这个K还是比较看好的 毕竟是有帅气的背影 背影杀 暴走啊 暴走以后没有逃到 对,这个暴走连招对战天成来说 毫无 毫无威慑里 李延娜暴走以后 能不能压到一手手刀BC开了 但是没有接上连招 再被踢一脚 就基本可以带走了 哎,李延娜又来一次手刀X 还是没有接好 都距离不够 李延娜再来一次 哎,还是没有套中 没有连杀 真的来看下一局了 下一局看肖春拳的问题杀 可以直接又踢个火球 现在爆气之后 能不能给他来一个隐藏背影杀 哦,反弹一把 哎,这个可以一点血还想浪一把啊 看着能不能浪得起来 浪不起来了 战天成今天其实还是很稳 并没有选择太浪 就是想求胜 求胜欲超强 现在来到了战天成的安吉尔 哎,先头一下子 安吉尔劝势攻击 问题杀也是做出反击 不要慌,有的是机会 挑CD 嗯,头一下啊 安吉尔算是在跟上一把 哦,再跟 连跟 玩起来了这安吉尔 大招 哎,碰到以后就确认大招了 肖春拳敢奈他和啊 肖春拳表示有点慌了 被连杀三场了毕竟 哎,又一次 那这次他就跑不掉了 先看看肖春拳最后一个角色吧 肖春拳的赛斯 哎哟 这个赛斯是一个什么套路呢 安吉尔开场就发动了一个紧攻赛斯 也是一脚把他踩了下来 安吉尔要不要等残血 绣一发紧藏大招 全民走击 哦,没有连珠 那个清水确认BC还是很难找的 手感 对,安吉尔的BC感觉不太好找 哦,压住 哦,划铲 下招,没有中 也想用隐藏大招来袖对手一下子 可惜啊,可惜 没有中 真的来看战典成的K49了 拥有无辜手的角色 哦 你看,这 哎,差到就是无功手了 应该上无功手了 没有连好呢 差点还中了 就是隐藏 K49赢会 我们的机会呢 下招中了 带过来一阵狂锤 看来想赢并不是那么简单呀 这阵狂锤可真疼啊 战典成一直剩下半血了 血量眼看被拉了回 拉回来了 肖春拳 要赢了吗 肖春拳该怎么办 肖春拳比较迷茫 肖春拳 双方同归于尽 那咱们就再打一局 哦,很少有这种同归于尽的情况啊 可见打的是多么火爆 双方都杀红了眼 但是还是被确认了无功手 带走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的视频